哈喽大家好,我是深山哥 最近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说做自媒体跟无比打字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奥妙 首先呢,目前做自媒体总共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就是用视频拍摄的方式 然后配上字幕 第二种呢,就是直接写图文 大家刚刚开始做自媒体的 就会发现了,视频当中一分钟的字 要是语速快的,像专业的播音员 在250个字左右 可是呢,自己用拼打字是相当的麻烦 包括写文字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呢,大家就想要写无比了 要是学好无比的话 大概是快速的话是一分钟 在270到280个字左右 所以就非常的专业了 那学会用无比呢 要注意哪些技巧和方法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重点 首先呢,你要掌握好键平上的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追,第二个就是F 掌握这两个点了以后了 你就可以开始练习盲打了 无比其实非常的简单 主要分为五个区 横,速,撇,纳,折 当你记好这五个区域以后呢 再背上一些的字根 当中的技巧就是啊 速的大概你要了解这些字 它基本上就在一个区域 和横的就在一个区域了 当你掌握了这三个核心点以后呢 打字起来就快速如飞了 之前我的字视频是没有配上字幕的 但是这几个月的练习啊 目前我每分钟所打的字 还没有发现哪个专业播音员 能跟上我打字的速度 所以说这个能力基本上可以够用 你做式媒体配字幕了 要是大家也想做好这媒体 像我一样赚到钱的话 那要在这五比 这一个技能上下足够的功夫 你就会如虎添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